您好 帮我快点有点急事 快点行吗 快点快点 我后边有急事 我说话没听到吗 我说快点可以吗 快点 别那么慢行吗 我后边还有急事 不好意思 他是刚刚来的 他是这样的 麻烦你紧约一点 智力障碍者 俗称智障人士 由于先天发育不完全 或后天大脑受损伤等 产生智力缺陷 甚至会影响身体动作 但经过正规的康复治疗 情度患者 可以胜任部分日常工作岗位 病人啊 有没有这么搞笑 请个病人过来 这是正常人的地方 这么大的超市 不能在这那什么呀 这是我们正常人的地方 对不对 正常人 病人 粗暴简单的分类 源于对医学尝试的肤浅认识 更蕴含着隐形的歧视 能不能行啊 能不能行啊 可以的 这边还做到什么好吗 我可以 不是明确的 你看他这速度 到现在还没装完 你这装的是什么呀 你这装的是什么呀 一边是 一边是努力工作 动作迟缓的智障员工 另一边是焦躁不安 语言不逊的粗暴顾客 他们是沉默为官 还是出面协调 他们会怎么做 你看他这速度 到现在还没装完 大哥你拼命里 旁边的路人 伸手拍了一拍演员 小心翼翼的动作 仿佛是对顾客 善意的提醒 我再说一遍 这个不能跟这个放一起 分类 分类你明白吗 接连不断的催促 作为路人的他们 会怎么做 并没有更激烈的反应 路人只是对其怒目而视 却没有上前 这么多东西 你快点让他弄啊 哎呀你快一点啦 怎么这么慢呢 你让人家帮帮你啊 有我的签了 继续来了 继续来了 你就自己装吧 你看看后面 多少人在排队 多少人在等啊 捡捡不好 你自己拉也拉不好 你在干什么 干什么 我觉得这个话是对的 越催它越慢 并没有理会女演员 路人只是摇了摇头 不忍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我也知道东西多了 你怎么笨手笨脚的呀 快点快点 我后面有急事 不好意思 它是我们公司刚承起来的 承起来的最上人次 挺漂亮的 如果能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次 大哥要不要我帮你 要不要我帮你啊 明白吗 听得明白吗 他不应该来这工作 我不能这样做 买买单机可以走了 他连这点工作能力都没有 他就不要出来了嘛 他就不要出来了嘛 东西新好不好 可以了 够了够了 这不应该是他来的地啊 这多当我们的事啊 实在搞不懂 他这种人没有资格来这儿 您觉得呢 哎呀 那你有资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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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 残奸人也要做故事 你又给他饭吃嘛 但我们一分钱一分时间啊 时间是金钱啊 能不能行了 不是负责人呢 有负责人吗 有个人呢 经理呢 肥肚龙人家 肥肚龙人家 我要投诉你知道吗 我要投诉你们 这是什么呀 你装装的快点啦 还装好就行了嘛 对于演员的催促 路人保持了极大的克制 愤而不怒 也许对于他们而言 用善意的提醒 能给智障员工 带来通畅的工作环境 你保定你以后没有钱 对啊 这是错啊 我觉得首先要尊重残障人士 就从语言上开始 称谓上开始 那科学称谓是什么呀 它叫智障人士 您呢 不就四肢健全吗 所以叫健全人士吗 对吧 你不要上升到 带有非常 非生理层面的秒数 不要语言启示 不要有语言启示 我在想 你看智障这个本身在英文里面 叫做mentally challenged 为什么用challenge这个词呢 就是他没有办法 他天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缺陷的 他是备受挑战的 我特同意东东老师的关于challenge的一个定义 就是现代文明在描述智障的话 全世界这种一个共识就是它已经是我们的同类了 是的 而且顺着老师这句话就是你可以看到 有的人身体不残疾 其实心里的残疾比谁都懂 就像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挑战当中 我们的观察当中 就是挑选了这样的演员 设置了这样 大家可能看上去非常反感 非常厌恶的一个场景 接下来还有更多 我们来看 帅哥帮我快点呗 谢谢我有点着急 不好意思啊 听不到我说话吗 我说快点行吗 快点快点 我会儿有急事 还能再快点吗 放上来放 你不会做你就不要做嘛 因为这时候我们公司刚起来的机构人士 还太慢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等人啊 快点行不行 还太慢了 顾客的粗暴指责仍然引起街坊们的围观 这一次会有意外吗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说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说 你要不要这么说 聪明一点吗 你能不要互相尊敬你 你就不尊敬你 你给他 看他长那样就像就像 你不要互相尊敬你 你不知道吗 你是想上微博图条吗 你是想上微博图条吗 你想上葡萄吗 客人帮你帮忙 你是在哪时候 我需要这样子来叫人家来发现 克制自己的情绪 白衣女生帮助智障店员加快工作效率 以此化解矛盾 然而意外发生了 顾客刚买的豆子散落一地 他还能帮得上忙吗 看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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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菜 消菜 连这点事都做不好 还出来供什么做 有点胶态 差不多点就行了 耐心劝解 与人为善 街坊们试图安抚焦躁的顾客 红衣大掰并不想过于强硬地对抗 摇着头离开商场 然而 最初上前的白衣女生并不示弱 向着男演员反击了起来 人生攻击了你知道吗 但是他很浪费时间 你看这一会 我问你你现在是多大的学历 我不要乱搞 人家都 你们老师 你从小你幼儿园 你老师有没有教过你曾经人家 但是他现在不是 不是这个问题 是他不 我觉得他不应该在这里工作 你觉得呢 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不这么认为我三观症啊 你觉得他应该在这边工作是不是 他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吗 不会啊 他不会耽误我们的工作吗 那你敢吗 你然后住在哪儿吗 不觉得他很耽误我们的时间吗 我体谅他 那我看到你后面我才拿来打伞 那我看到你这样骂人家 我都算出来的了 吃的不要和用的放一起啊 这是厕保杰厕灵 你知不知道啊 你知道这是杰厕灵吗 你委屈什么 你委屈什么 你去那边 发现劝解并不奏效 白衣女生显然已经被男演员所惹怒 他把顾客买的东西 一袋又一袋 用力塞到他手中 今天吃鸡油 每一个人用的手机 拍了微博的话 我和你说 你今天就火了 致致出格言论 正气凛然 协助智障员工从容不破 看似柔弱的他 充满力量 谢谢您 谢谢您 不用你了 还好 您的钱 收到这种人 你不要理他 他基本上 他在哪里 收到什么 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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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多数人 还是内心向善的 我和你说 像他刚刚大女侮辱你 你完全可以提示 你可以对他说 他对你进行的人身攻击 你的那个 精神受到了伤害 你也可以要求他 赔偿的精神 对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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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要让大家看到他的样子 但我觉得他这个时候的样子是最美的 还有一个小伙子有一句话 也是一个普遍认知 就是 你看吧 你顾这么一人 速度是不蔓延 是不是个事实 肯定耽误你时间了 没准您上班都会有影响了 但您用耽误的时间 获得了什么 是不是给这社会 送了点温暖 送了点亮色 送了点体温 嗯 这给您 耽误他 哪怕是上班迟到 把笔钱做个衡量 当然还有更多的 您如果帮这残忍人 可能还是别人的尊重 嗯 所以呢 印尽安人那忠告挺有道理的 送给这小伙子吧 灵魂追上脚步 嗯 你看啊 虽然这个小姑娘用了一句玩笑话 嗯 说帮她上头条 上微博 嗯 她其实无言当中也是一种震慑 这种震慑是在提醒大家 嗯 就算有这样真正有这样的残渣啊 她用了残渣这个名词出现 嗯 我们也要提醒自己这个社会绝大多数 还是平等对待 对 善意对待 她相信广州 嗯 祥赫的社区超市 临近街坊 一批又一批的来到这里 选购生活必需品 你会不会做啊你 笨手笨脚的 好了不上了 这只这颜色的麻烦你体验一下 你看你看我说了好几遍了 好几遍了 还能不能行了你啊 哎 怪你的干什么呀 演员的质疑一次又一次 街坊在眼神中表达着对歧视的回应 这个是用的 这是吃的 能放在一起 拿厕所饱哎 我都说了赶时间 你能不能手脚力错一点 你会不会干活 你什么都干不了啊 意外一再发生 你干什么呀 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 本该买完东西就回家的他们 会怎么做 你看看你看你还能做些什么 会不会做事啊 收个东西都能收一地 我真是 光辉了好生女 人做些好喜欢的 手脚麻利的红衣阿姨 一边嘴上教育着出言不逊的顾客 一边帮忙收拾残局 没事没事吧 这怎么那么没事呢 干嘛要请这种人过来干活啊 别说他了 真的不容易的人多得吃 外面那么多人没工作 你同情他干嘛 什么事嘛 这到底干嘛 老程稳重的黑衣男士 一边了解柜胎情况 一边帮忙打包 这也不是多大的事情嘛 对啊 大不了他给你换一个不就行了嘛 那你干嘛要说人家嘛 你能快点钱吗 换一袋吧 对啊 你就给他换一袋呗 那你谁是吗 这倒是干嘛 体量一下大家好吗 你说我这吃的 我是让你赔还是不让你赔 人家的美机算钱嘛 怎样会 还搞伙子呢 会这么多多多 凡事都有个过程的啊 你要在搞时间你可以自己打包啊 现在是我造样啊大姐 造什么样啊 哎呀就慢一点就没什么造样 就慢了一点点 小伙子陷入了大妈们的汪洋大汗 群众的监督之中 你们可以忍受他这种速度 就和他 刷卡找花鸡 什么时候啊 他连最基本的事情都干不好 哎 到了那个那个 好了 好了 别吵了 别吵了 马蹄哥爷爷的身材 真的适得可笑死了 够欢迎 这里不欢迎你 这里不欢迎 主客令 他们在用各自的方式 守护智障人士脆弱的心灵 你不要碰他的了 再让这个姐姐跟他拿 你放手 行 你放手 你还委屈 你还委屈 你还委屈的是我好不好 你得了 得了 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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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他为什么要骂 让他们泡了好一下吧 加油啊 没事的 没事的 加油啊 没事的 慢慢来 没事的 慢慢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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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没事没事的 要是觉得这个长得不合适的话 应该叫领导的话 另外都长得不动 好 我太笨了 加油 没关系的叔叔 骂人就是等于骂自己 你不用骂这些事情了 不用生气了 其实他只是在骂自己 根本就不用理会那些人 小小社区超市 街坊邻居从大叔大妈到青年男女 甚至一个小小的孩子 他们没有冷漠为观 他们好言相劝 他们委婉调解 他们出手相助 他们激励加油 他们让这场观察温情默默 这组镜头里面啊 有很多人出现 对 老有老的善 小有小的好 其中那个男士 其实黑衣男士很重要 他说 你应该跟你领导说 因为当你已经形成矛盾的时候 不是接着把你放在矛盾的火里去考 你应该跟你领导说 给你过渡一下 就是我们除了解决一个 智障人士的就业问题 还要给他提供一个 软环境的配套 要在适合他的氛围当中 你比如说你挂个牌子啊 然后你比如说提醒大家啊 然后你比如说 大家能不能够相互体谅 而不是说 告诉答案 就把它放在那 你还是要给他一个相应的过渡 我觉得村委这个建议我同意 嗯 但调岗可能就不大 嗯 那伙已经是轻微智障 人士能做的比较适合的工作了 嗯 但是呢我更高兴的看到是 越来越多的人嗯 嗯 去站出来 能 包括那小姑娘 嗯 能把残障人士当人 嗯 嗯 这是一个语言 嗯 就是说 这其实是我们应该对待 嗯 嗯 这个残障人士的一个正常的 嗯 你不叫正常人吗 正常自我标准 嗯 自己是正常人 这是正常人应该做的正常的事情 帮还是不帮 这显然已经不是个问题 而对于歧视与被歧视 街坊们似乎还有话说 哎 你在干什么 豆子再一次洒落一地 看你怎么捡什么匠 哎呀我东西不买了 你们这搞什么呀 你说你有什么能力下这种数 做一个试试 这是我们正常人来的地方好不好 购物和排队结账的人们 开始关注这场对话 你看这些眼神 突然 队伍后面的一个学生 拿出了手机 这不是你应该来的地儿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工作 还能再快点吗 不会做你就不要做嘛 他迅速的跑了上前 难道他想用手机拍摄 警告这个心存歧视的顾客吗 你说你有什么能力在这工作 来到个先生拍下电头啊 我帮你帮你 终于有人要他投逃了 你这样全地可以在这工作 你不能提醒人家的吗 这一边 学生上前高声警告 另一边 卷发女士上了前 她会怎么做 卷发女士默不吭声 选择了耐心协助电源 但是你说她能做什么嘛 为什么不能做一遍啊 她可以改的吗 你说她有什么 她有什么资格能在这里工作 为什么不能呢 就是要自己提升啊 自己提升啊 对啊 对啊 你不要说那么多啦 支持一下人家就够了 你说 不要说了 不要再说了 我让她给电话 你参加人家 帮人家 帮人家说了 不要再说了 在喧嚣盛中 卷发女士甚至耐心 教电源如何分类 这个不能吃的 要分开 够了够了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人家父母听的 不要再说 你再说了 就不应该在这 不要再在这市场 但是人家有人家的权力 你不用再说 你真的不要再说 过去我们说 路见不平 一声吼 都能做了 说嘛 说嘛 能一点 大家包容一下 算了吧 不要就是买一点东西 不要这样做 说真的不要再说 这边 众人集体教育言语粗暴的顾客 那边 卷发女士 早已打包完成 打好了 打好了 他有什么资格做 老板打好了 话都是 不要再说了 真的不要再说 我们做顾目的 你是不是给他的 你不要再说 对不对 可是他没有工作能力啊 陪众没有 他都在做啊 他连这里都不能 他也没做工具 你肯养的 他怎么肯养 不用再说 不用再说 我告诉你真的要做 不要再说 你不要再说了 他会改的嘛 不要说了 立刻下来 不再说了 立刻了 立刻啦 立刻了 不要再说了 你好 你还哭 你有什么资格 你不要再说了 我告诉你 你不要再说了 你肯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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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尺柜台小小超市 所有购物的街坊都用自己的方式 关注着这场因为歧视而产生的争执 然而已经结账离开的汤再次返回 也许是害怕刁难会继续 他返回商场不断地安抚顾客 他还有话要说吗 我们都有小孩都很体谅 我很幸运我们能生到一个很健康健全的小孩 但是总是有人是没有那么幸运的 所以作为我们真的应该是包容他们 给他们有一个生活的空间这样子 超市外的采访正在进行 超市内的气氛陡然紧张 哎哟 你干什么呀 你看不到吗 这个是肥上 你干嘛跟吃的放在一起 真的哪里 超强的东西 你说什么 本该回归安静的商场里 气氛突然变得异常紧张 为何街坊矛盾一触即发 为何现场全是去控制 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开始 慢手慢脚的什么都不会做 你真是的 你什么都不会做 你在这里干嘛呀 为什么要在这里工作啊 你工作怎么挺这样的人呢 你不会坐着找别人帮你一下好不好 快一点啦 你看不到吗 这个是肥上 你干嘛跟吃的放在一起 你们看这种人啊 真的浪费时间 我在等这么久 我赶时间了 你真是这样 哎哟 你干什么呀 意外再次发生 哎哟 你干什么呀 你看到你们说他会做东西 你捡东西你过来捡东西浪费 谁骂人家骂的对呀 人家都说了什么呀 你看到你捡个东西都捡这么慢 争吵在发酵 气氛在凝重 越来越多的街坊开始介入 超乖的东西啊 超乖的东西啊 你们能忍他是吧 真可笑 你看你捡个东西 这东西都是要吃的 你知不知道呀 不是 我真的不是骂他 是因为我真的在赶时间 你看他这些东西 他就是一个电脑 你给你捡个东西 你应该还在捡个东西 哎哟 我天哪 那你过来帮他呀 真的是可笑了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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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呀 你敢说的 我真的是够倒霉的 人家这么可怜 你还这样 在街坊邻居的一阵抗议声中 顾客演员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现场 演员都不敢演员了 制造歧视的演员离开 所有街坊却没有散去 他们集体做了一件事 鼓励 鼓励这个在超市打工的智障人士 声务之下的粗暴 慈悲之下的安抚 或动或静 他们愤怒 因为那个歧视他人的人 他们慈悲 因为这个努力工作的智障人士 这些闯入尽头的街坊四邻 他们在想什么呢 你以为他想的吗 谁都不想 人的东西 众心比心 这种人真的是坏 又不知道他什么 就算是巴弊 都不能够这样 你不用管他 你都信心自己继续做 你看啊 我特别先把镜头回到 刚才那个老阿姨讲的那句话 她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我很有福气 我生了健康的孩子 有谁没有这样的福气 对于这些人 我觉得有一点 我最感触的 是一群老人 对这个受伤害的 残障人士的安慰 残障人士最大的问题 是内心的脆弱和敏感 还不是表现出来的能力的不足 所以那些老人围在他 一直在鼓励他 安慰他 我觉得这种办法 这种举措 是非常及时和有必要的 至少让残障人士感觉到 我鼓起了一辈子 从生下来所有的勇气 推开了你们的大门 碰见一坏小子 你脚要给我踹一会 好吧 你一帮善良的大爷大妈 决定把我留下 我如果觉得有一个 穿红衣服的大妈 特别值得点赞 她不仅安抚了那个残障孩子 还在安抚那个愤怒的人 以前我们会觉得 那个愤怒的人是不值得安慰的 但她仍然意识到 她可能也会被某些东西所挫败 那这个时候她也在安抚她 就我觉得这一幕 其实也在值得 就是当我们在给社会疗伤的时候 不仅仅是疗你所看到的 其实我觉得 公语受双方 可能都需要治疗 对 像那位阿姨做的一样 她两头都兼顾到了 是 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是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提醒 不仅是残障人士 治障人士需要我们的关怀和照顾 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要提示自己 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另外一组的观察 夜幕降临 超市的经营也接近尾声 最后一次观察 谁又将走进我们的视野 我说 我说快一点 你没听到吗 到一起 我们超市当前 就来自动 不能在这儿做 你就不要做嘛 那么慢 都在看 外国友人 街坊邻居 一直在看着眼前这一幕 意外再次发生 好 好 天哪 这点事情都做不好 目睹这一事件的外国情侣 面对这个意外 似乎也被吓到了 这一次会有所不同吗 人家在跟你剪了 你还这样干嘛呢 到不了就不要嘛 你干嘛这样去骂人家呢 但是他有问题 首先如果他有问题 就更不应该这样说人家 你买你的东西 你买那么多话 他有问题 那我凭什么要迁就他呢 你不迁就他 你买你这就行了呗 你何必呢 你去跟他 你围栏他干嘛呀 你说你说他现在 那我要他赔 又觉得我欺负他 他重新 他重新给你买一点 不就行了吗 这一部分 他也没说让你给他钱 我跟你说 你越是这样 你自己心里越不痛快 你跟他围栏他干嘛呢 大家包容一点 是不是 你买东西就是涂在那儿 你这样自己 给自己找气瘦 是不是 就这样很耽误大家时间啊 你看他做点 这些东西都做不好 他也能干什么 你越说 人家越紧张 对不对 大度包容 稀释宁人 这位儒雅的大哥 表明了他的态度 我就看你剪吧 看你怎么剪 谁规定这里是正常人来的地 你不应该这样说人家 就问你啊 但不能歧视人家呀 真的穿得那么好看 怎么人就这么这样子 一点素质都没有呢 真的穿得那么好看 怎么人就这么这样子 一点素质都没有呢 这叫衣冠瓷寿 懂不懂 那你说一次就好 就不要继续说 人都有尊严呢 你说大家都是消费者来 这边都是消费的 对不对 难道消费者就是上帝吗 就是一见吗 不搞歧视 人皆平等 这位奋恨的女生 表明了他的态度 这位外籍顾客 面对风波 保持着安静 买完单后 转身离开 但他在关注 他在观察 他在用身体表达态度 真的就连这件事都不好 他没有工作能力 他凭什么为我们服务 若是您 您能忍受吗 就让他真的有病 也不能这样做应该 小姑娘也不懂 突然 他的身影再次出现 他为什么回来 一声不吭 干净利落 我让你详细 最后 我让你能控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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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了有四五年了 四五年了 四五年了 不难不难 不难 吐司像咱俩这一些 我做的比较好 是不是所有人 你做面包做的最好吃 对啊 喜欢做面包 因为它可以让我 掌握一份技能 因为我知道 我如果不做这个面包 我就在社会上面 没有人认可 这是真实的他们 这是真实的声音 他们经常躲避在 众人视线之外 但终于告别怯懦退缩 他们选择直面生活 在广州 他们用劳动尊严 战胜歧视 找回尊严 面粉 蛋黄 奶油 在他们的手中宛如魔法 一个个精致的甜美蛋糕 每天新鲜出炉 征服了这个城市 挑剔的味觉 来过这个蛋糕店的人 首先惊叹 令人惊艳的味蕾体验 然后 折服于他们 这群与命运抗争的人 开始投进去的资金 是来自于芬兰的 Kinmedia基金会 目的就是为了要让 惠林原来培训了很多的 这些智障的这些年轻人 给他们提供一个 真真正正能够就业的 这么一个培训的场所 除了进行就业培训以外 就是能让他们真正能够工作 我们用一次观察 测量了城市机体的温度 触摸到城市灵魂的温暖 所有在超市发出的街坊呐喊 需要放大气 让更多的人听到 从对弱者的同行 走向彼此平等的接纳 路还很长 也许你我能做的不多 但一次耐心的等待 就会拨下一颗自信的种子 在未来开出笑容灿烂的花朵 最喜欢哪首歌 音乐这样 因为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能一起也真 我的爱也真 原来代表我一起 可以方便看一下 你心里想要装的些什么吗 好吗 好整齐哦 好整洁啊 这是什么 最动人的情绪 是谢谢你的 最朴实的情感 分别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相继 希望他能够来 有点不想看 但是 想家了就不认识 你会怎么做 心里想的故事 正在记录 好了朋友们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你会怎么做 大家可以在爱奇艺 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 还可以通过有态度的 网易新闻客户端 中国青年网 中国新闻网 中国网娱乐频道 腾讯娱乐 凤凰娱乐 和今日头条新闻客户端 以及ZAC新闻客户端 了解更多的节目相关咨询 朋友们 我们下期同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iao